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摔了出去 开着车的维克托喝起了白酒 好猖狂的酒驾 没开多远 车子就抛锚了 儿子抱怨起来说这个车子早就该换换了 还有你每次拍电影都不拍完 能不能拍一个完整的 沉默的维克托抽起了烟 在电影院他遇到了好朋友阿曼 阿曼告诉他你可以尝试着拍一部完整的影片 这个电影院可以给你的电影做手印 他看着钱包上妻子的照片 仔细思考了一下后就离开了 货不担心 汽车因为停错了地方被交警给弄走了 这一次他拉着儿子的手告诉他说 我们又有电影拍了 而且还是一部科幻片 电影讲的是一个作家去外太新生活的故事 麦克在学校里面把电影的故事发展告诉了同学 结果引来了同学的一阵哄笑 同学还说他身上好臭 就跟他爸爸身上的味道一样 维克托在家里收到了来自银行的账单 就给自己的姐姐金发女打电话要钱 但是金发女却骂他是一个酒鬼 脑子不清醒 晚上维克托继续给儿子讲起了那个作家的故事 作家的妻子掉下了悬崖 结果来到了地球 作家随后准备去地球上找自己的妻子 结果一不小心被一条大鱼给吞了 大鱼可能消化不了 于是又把作家给吐了出来 镜头拉回现实 社工阿姨来到了维克托的家 发现麦克正在看色情漫画 维克托悄悄地跟他说 儿子啊 我们要破产了 圣诞节 维克托出去装圣诞老人装外快 结果把别人小姑娘给吓哭了 或不担心 麦克在家里做饭把厨房给弄着火了 回到家见我儿子 结果发现儿子还在装他的玩具 大力出奇迹的维克托用毯子装下了玩具 扛着麦克出了家门 因为火灾警察来了 还把麦克安置到了收容所里面 阿曼找到了维克托 给了他拍电影的订金 这次有钱去拍电影了 于是他去收容所接走了儿子 吃快餐的时候 他又讲起了作家的故事 作家进了机器人的嘴巴 还抓到了他的小舌头 跟着出口 他跳了下去 穿过了一个长长的管道 来到了一个小黑屋 那是机器人的控制室 他控制机器人去寻找自己的妻子 在悬崖旁边 他看到了妻子挂在树枝上的衣服 现实里 他带着儿子去美国的西部拍电影 结果拍到一半 摄像机没电了 维克托告诉儿子 八年前自己在这里拍电影的时候 你的妈妈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 直到有一天电话没有打来 你的妈妈也就出事了 维克托把自己沉在水塘里 麦克站在旁边告诉他说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这样做了 直到这个时候 维克托才完全的醒悟过来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